五点结束 五点其实是休息 休息是希望让大家冷静一下 就算要再进来重复讨论 也希望有休息 重新再去盘整的机会 那这个时候呢 是因为卓榮泰主席 就把这个几个双方代表 找进去主席室 然后同时候来也找了这个 我们的五人小组 除了苏贞昌没有来以外 甚至还把这个当时的代表 就是我们的副院长 陈其迈也一起邀进去 还有秘书长这个罗文嘉 通通一起找进去了 就再谈了一次 谈了一次以后呢 就说请他们双方各自去联络当事人 所以呢林俊仙就联络了赖清德 那这个陈局秘书长就跟这个林俊耀 就联络了这个蔡总统 那各自去联络了之后呢 讲了说这个大家协调的内容是什么 结果赖清德说 他愿意自己亲自来沟通 所以赖清德是被邀请来的 他不是自己突然跑进来 不是独席啊 那为什么要讲人家独席呢 我想这个昨天因为事情发展很快了 所以很多人大概不知道 不太知道那个程序当时 当天发生什么事情 赖清德被邀请去了 那蔡英文是授权领袭药 对没有错 那所以在最后到了我们其实昨天中常委 大家也都没有离开除了余天委员 那大家都因为余天委员不是中职委 所以他只是他也只是练习 他是练习的新北市长部的主委 对他是主委的联谊会的会长而已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大家等到了7点 那这个协调看起来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所谓说法 就是希望有一个这样的解套的方式 就是赖院长后来自己开记者会所做的那一趟 那为什么不是两个人一起出现 为什么不是双方代表一起出现 这个谈完以后呢 这个秘书长佐龙泰 佐龙泰主席跟秘书长罗文嘉 他就带领大家又再重新回到中职会现场 跟大家又大概讨论了大概10分钟 最后就说今天中职会呢 就先不做结论 让大家再协调 那希望下个礼拜再延长开一次中职会 之后呢 那因为当时的记者通通是在楼上看直播嘛 那我们10楼 我们昨天决定的时候就是说 希望这个记者那么多 不要进入那个所谓的中职会现场 那太混乱了 所以我们决定开直播让大家看 大家通通集中在10楼 所以在那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本来就是中职会结束 我们的这个发言人要上去 跟所有的记者做这个今天的会议的一个报告 那这个我们的报告在先 那之后呢 很多记者就希望要访这个赖清德 并不是赖清德自己出来开记者会 是这样子 所以当下赖清德就 就请问说 可不可以借一下这个场地 回应一下记者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当然当时因为人很多很混乱嘛 那秘书长也决定说 好为了不要让这个推击发生意外等等 就当下就说好 但是这件事情 他的发言跟本党毫无关系哦 好